印尼宗教部昨天宣布,摘戒月从今天开始,而台北的清真寺也发出了公告,本年度的摘戒月今天展开。 穆斯林在摘戒月期间,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不能够吃东西或去喝水。 如果您身边有穆斯林的朋友,请记得要尊重他们的信仰。 台北市劳动局也呼吁雇主,摘戒月不要刻意勉强穆斯林劳工的饮食安排。